最近,胡歌和老婆黄西宁一起出门购置年货的时候,被拍到了一组视频。 视频中的胡歌十分的帅气,身材高大,气宇喧郎,比繁华里要真实点,但还是一眼就能够感受到的帅气。 而另一边的黄西宁却受到了众多的诟病,并不是因为他身边的人是胡歌,才让他显得比较普通。 实际上,相比起影视剧的女主角来说,她的确不起眼,她穿的衣服也是非常宽松的卫衣。 不少网友觉得这衣服显得村里村气,清汤寡水的,根本无法凸显她的气质。 而另一方面,黄西宁虽然佩戴了口罩,这眼中了大半张脸,但是还是能够看出她的五官立体度不太高。 结合她之前当化妆师打拼出来的经历,很多网友觉得,她的身上有点精致土。 这一组视频让黄西宁面临了很多的质疑。 在完整的视频中,还可以看到她和胡歌两人一边走,一边还在聊天。 身为女性,讨好男性并不是主流,也不应该受到外貌,身外职务等众多方面的束缚。 当然,如果黄西宁是作为娱乐圈的明星,她还是应该在颜值方面多修炼一下,争取让自己变得更美,避免被人质疑。